2018年世界杯32强球衣巡礼A组俄罗斯 球衣的灵感来自理解球衣设计及足坦经典 复古是阿迪达斯本进世界杯球衣设计的最突出特点 新球衣领内加入了源于国旗的白、蓝、红条纹 以及象征俄罗斯国家形象的金色双头鹰图案 乌拉圭、YouTube们设计发布 球衣主色调为经典的天蓝色 设计师巧妙地将国家符号五月的太阳 融入了球衣的整体之中 以体现号召球迷和球员团结一心 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倾尽全力这一理念 埃及、埃及国家队时隔28年再度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其世界杯主客场仍由阿迪达斯设计制作 主场队服的主色为红色 细看会发现球衣具有类似棋盘图案的块状设计 两侧标志性的白色树纹 以及出现在领口与袖口处的黑色条纹 使得球衣并不会过于单调 沙特 沙特阿拉伯是本届世界杯上排名最低的国家70位 也是世界杯大在经验最少的国家之一 白与绿的周克场球衣配色 源于沙特国旗的颜色 除配色与队灰外 沙特的新款球衣 缺乏任何细节上的表现 并且也没有用上目前领先的 V-Pugnet球衣科技 至少在沙特球衣的设计上 Mightley显得不够用心 V-Pugnet球衣研究药